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ger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 小白兔的車子 是如何洗澡的 還有最後他沖 沒有水的加水是怎麼來加 然後有一個淋浴障 如何來搭淋浴障 這個我們都在今天的影片中 分享給各位 接下來請看如何操作 首先這是淋浴障 這個是在逃跑買的 然後 這樣打開 然後取出來 放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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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淋浴障 來洗澡 好 我們這裡 淋浴的套件 就是一個聯盟頭跟一個接觸頭 然後 擦在哪裡呢 擦在車後這裡 有個接頭 靠一聲就好 那下面還有個開關 這個閥 閥門 把它打開 水就來了 好 誰來了 我們看看水的大小 很強 好 好 接下來我們 試看如何使用這個淋浴障 使用這個淋浴障 使用這個淋浴障 拉鍊可以打開 然後 可以進去行 好 好 就這樣 這後面 進來這裡 有一個拉鍊 拉鍊 這是可以放 淋浴 淋浴 投進來的小小的洞 然後 可以掛在這裡 裡面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淋浴設備 屋頂也可以打開 這樣 打開就是上面的 車頂 就是 透氣的話也可以這樣用 那我們 我們 要洗澡 我們就把它 插入 後面 這個洞 後面這個洞 把它滴進去 這樣 洗澡 蓮蓬頭是不是就看到了 蓮蓬頭 看到了 這樣就可以在裡面 裡面洗澡了 這樣 很強的水 洗澡可能一下子光了 我們可以調小一點 調水小 調水小 一樣這個 閥門再把它退回去一點 更小一點 然後再開一次 那就是小一點 那就是小一點 假設這樣的水 是可以洗澡 那我們就來 驗證 順便測驗 驗證 這樣的水 這一桶 三十針的 水箱 多久可以留掉 好 我們現在用馬錶 開始計時 水多久 洗澡可以洗多久 開始跑 等一下再看這個時間是多少 什麼 什麼 事實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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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洗澡可以給它繼續流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一下 這個如何收淋浴漲 這個就是拉鍊這樣 收好一塊整個 直接拿出來 然後給它躺下去 躺下去以後 變成這樣 這高度它不大 變成這樣的高度 然後 然後呢 再拆個腳底 來 這樣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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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完畢 兩三分鐘就收完了 好 再把連盆頭收起來 收到我們的長連盆頭的地方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塞進去 好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這個 水管 利用水管 來 接水 接水 水在哪裡 這個 這個是水蓋 把它剝開 有一個突起 突起物 是可以蓋回去 然後拉開 然後可以左旋 向左旋轉 就開了 開了就掉了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再把水管 好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這個 加水需要加滿需要多少時間 好 開始跑 這樣就是在加水 好 好 好 小白兔 加滿水 到底需要多少時間呢 30升 等一下滿了它就會水流出來 因為家裡這個水也滿強的 因為家裡這個水也滿強的 所以應該一下子就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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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二十六 好 滿了 好 滿了就關了 我們來看一下 一分四十秒就滿了 好 就是這個數字啦 給大家參考啦 滿了 水就 飛出來了 這個就是滿的狀態 這個就是滿的狀態 好 好 我們關掉了 關掉 接下來我們就把 收起來 然後呢 加滿了 我們就把它關回去 這邊 剛剛是左 鬆 現在是 現在是右腳 右旋 把它旋緊 好 最後就是這樣 這樣是平的 好 這就是水箱 加水的水箱蓋 就是這樣用的 在這裡 水箱蓋就是在車門下 主架的下面 有一個水箱蓋 接下來我們就把 把水管收好了 先把這個卸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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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安格斯 今天我們在 小白兔身上呢 做了一個實驗 這個 也就是說 有關 小白兔呢 他是怎麼樣來洗澡的呢 那我們的結論呢 大概就是 第一點 洗澡的時候呢 可以在車尾 搭 這個 淋浴帳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 洗澡的問題 那這個淋浴帳呢 在淘寶網買 也大概 差不多台幣 六百塊就買得到了 所以是滿便宜的 那第二個呢 這個洗澡 既然買來了 他到底如何使用呢 還有 他的收納 收折方法呢 是什麼 我們也全程示範一次了 成功了 給大家看 那再來第三點結論呢 就是 小白兔身上有 30升的這個水 那這個水 供我們一個人 正常來洗澡的話 開這樣的水量的時候 它 可以洗 多久 那我們測試結果 大概就是 最後測出來 就是10分鐘 左右 也就是說 一分鐘呢 是花了三升的水 那這樣大小的水 除非你 把它關小一點 這樣可能可以 洗到15分鐘 以上呢 這樣的數據 供大家來參考 那 第四點結論呢 就是 小白兔 如果水都被你用光了 回家要加滿水呢 需要多久的時間 我們也實際測驗 測出來了 最後的答案就是 一分鐘40秒就 充滿了 就用那樣的水管 去 沖 那 所以也是 加水 加滿是 時間是蠻快的 那最後一點 第五點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 都是用冷水在洗澡 或者冷水的狀態 如果我們想要洗熱水澡的話 怎麼辦 或者冬天 還是要洗熱水了 那 這邊呢 小白兔身上呢 他因為老司機 設計了這一款 30升的水箱呢 他是靠近排氣管 所以 當你行駛車子 行駛超過 一小時以上呢 其實這個水箱的熱水 水箱的冷水 已經自然變成熱水了 所以 如果我們到定點 要洗熱水 找的話 先到 就趕快先 先利用這個熱水 趕快把它洗掉了 這樣 就不會浪費 能源 我們也不用再去 用瓦斯燒 好 那如果 各位 如果 行駛超過 10小時 3小時 4小時 以上呢 這個水箱的水 將會變成非常的燙 非常的燙 那 未免燙傷呢 我們就等他冷卻一點 再來 再來洗 那這樣的話 就比較安全 以上 就是分享熱水 的洗澡 方法 好 那今天我們節目 就大概做到此 那最後 掰掰囉